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罗宾 11月1号苹果的Apple TV Plus就正式上线了 也就是说从11月1号 我们的iPhone iPad Mac 还有Apple TV 我们就可以通过他们来观看苹果电视 订阅的价格也非常便宜 值4.99美元 每个月 每个账户可以享受5到6个终端 一家人就都可以观看Apple TV了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今年买的苹果的设备 iPhone iPad 那些等等那些设备 如果你是今年买的 可以享受一年的免费试用 我的iPhone 11 就是今年买的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 iPhone TV Plus的并没有推出 但是我的手机照样可以享受 一年的免费的订阅服务 所以说它只是针对App ID的一个限制 我已经使用了几天了 我还发现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iPhone TV Plus 它的观看的流量 并不需要一个美区的IP 它不像赖飞 你必须要拥有美区的IP 你才能观看到赖飞一些节目 对我们来说难度特别大 我这两天在使用了 在不需要翻出去的情况下 也是可以观看iPhone TV的 首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一下它的界面 首先要退出我们iPhone里面的 Apple Store里面的国区账号 登入你非国区的App ID就可以了 然后再去下载一个视频TV 如果你的设备满足条件 就能看到享受一年免费的一个选择项 我们选择继续 之后就需要你输入外区Apple ID密码 之后就显示订阅Apple TV成功 之后享受一年免费 就变成可以播放了 注册好以后 接面就是这样的 它有电影电视节目 还有体育和儿童四个栏目 电影里面 这里面有的是需要收费的 目前来说Apple TV Plus上线 它首发主打的就是四部原创的电视剧 分别是The Morning Show 曾间直播秀 末日光明 太空使命 和狄金声 他们的预告片 在苹果发布会的时候 就已经演示过了 画面拍的都特别的精良 每一集投入都有一千万美金一集 可想而知 这个Apple TV的投了大量的资金 在打造他的Apple TV视频 曾间直播室和太空胶子 它目前是上架了三集 之后它会每周更新 而狄金声是一次性 10集全部上架了 如果你对这四部剧比较感兴趣 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 这四部剧的关于它的影评 然后这边是体育 也是需要下一些相关的Apple 儿童节目里面有很多相应的电视剧 在儿童节目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芝麻街 这也是非常适合小孩子看的 这个音频它也是支持很多国家的语言 包括我们中文 也非常适合小孩看 我们朋友好爱好爱好爱 帮助别人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 我们就在这里工作 请 包括字幕这一块 字幕它也挺多的 字幕有30个国家的语言字幕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强大 特别对英语不好的朋友 我觉得看Apple TV 就没有一个语言的障碍 官方有说就是9月10号到11月1号期间 你购买这些设备 它是给了三个月的免费赠送的活动 就是说你必须在11月1号开始之后的三个月 90天Apple TV里面去注册 你才能享受这个免费一年的 Apple TV注册的一个活动 如果你三个月90天以后再注册 可能就自动放弃了 90天以后你就是免费7天 然后每个月就是4.99美元 这样订阅的一个服务了 或者是去年买的一些设备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登录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免费一年的享受的待遇 如果大家不知道如何注册美区ID 或者是非国区ID 可以看一下 现在网上的这个出现的链接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方法可以分享 告诉大家如何去注册美区ID 这是首发的一些视频 还有包括电视剧 它的拍摄都特别的精良 全部是支持4K的一个画质 我在iPhone上面 包括iPad上面 包括Mac上面 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我看完之后觉得 更想去体验那个Apple TV 4K 我觉得到时候可能会种草 你如果享受这样一个Apple TV的服务之后 可能最后你还是最想是到一个电视更大的一个显示的屏幕上去看这个 它拍摄的这么精美 这么画质这么高的一个视频 我觉得这样的观感应该会更好一点 然后所有的视频内容都添加了一个叫口述影像 就是为盲人和视力较弱的人员提供一个上下文 而且我在看的时候 我发现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它如果视频里面有些说脏话的一些语言 它的中文字幕里面是没有原番有脏话的字幕 把那个有脏话的字幕给顾虑掉了 觉得它可能是为了更能迎合中国这个市场 或者以后进入中国市场做准备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Apple TV Plus 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对吧 好在苹果这次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试用期 供大家去感受Apple TV的这样一个体验 通过一年以后 它的视频它的内容可能会越来越多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会不仅去享受它免费的这样一个订阅 而确实是花钱去订阅它的这样一个服务 好了 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这期节目 请在下方点赞 并关注我的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我的下一期视频你第一时间就能收到 好了 我是罗逼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